過頭了一點吧 蔡董事長 大大的蔡董事長 說人家欺負他 開玩笑 徐徐東不改大PO個性 調侃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忠 在前一天股東會上提到 電信三雄變雙雄 抱怨被欺負 人家說我們是雄 我們不是一雄 兩雄 三雄 我們有五雄 都有方法 五隻開台成了下半年 關注焦點 尤其遠傳已經推出一系列應用服務 包含自動運輸車 以及遠距醫療等 利品商轉就位 年底要覆蓋全台一半人口 上路時間將緊跟在 中華電信後頭 可以說我們是緊跟中華 我想那夠確切了吧 外傳中華電信將在六月下旬 搶先開跑推出五隻方案 也因此遠傳五隻開台時程 將定在七月 資費方面 中華最低月租999有流量限制 1399元 則是吃到飽最低門檻 台灣大哥大則是蔡明忠日前提到 1399應該會是天花板價格 遠傳則是只要目前是1399以上方案 就能自動升級5G 台灣之星月租達到599以上 就可以依條件享用免費體驗 哪一個是變成了一個主標 大家圍著這個價錢走 就是這個樣子 也沒有什麼這個串通啊等等 畢竟這是一個非常競爭的市場 而且這個任何一個服務 不會只有一個價錢 5G大戰即將開打 為了搶下最多市占率 恐怕將引發了一波價格戰 但是否連帶壓縮品質 也成了市場考驗 記者陳嘉倫 謝偉宜 台北報導 市民 山 任 �도 border 夜 夢